哈喽大家好我是男青年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在追剧 每天更新两集 大江大河第二部 我觉得看起来的话挺有意思的 拍摄的还挺好 第一部的时候已经在一年前看完了 现在也看第二部 第二部的时候39集也看完了 其实看电视剧只是消磨时间 对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看完也就完事了 电视剧的内容 电视剧的情节只能归于电视剧 不能引入到生活里面来 生活里面哪有那么奇迹的事情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这都是编剧刻意安排的 以前的时候我还挺喜欢看电视剧的 像个电视剧迷一样 后来的时候我发现不行 这样太耽误时间了 耽误事 为了追大江大河第二部 我还特意开通了会员 现在已经看完了 会员不能浪费 我还要继续看电视 我打算看韩剧了 虽然韩剧没有国语配音版 但是就看文字吧 因为我感觉咱们中国国内拍摄的现代电视剧 都太浮夸了 那些高达上的生活 高达上的环境 高达上的背景 和我这小老百姓实在是站不了边 还不如看看韩国的呢 韩国来说 人家是经济发达的国家 人家拍出来的话 很符合那边的韵味 咱们这边拍出来的都是 差异太大了 小老百姓根本就 够不上那么豪华的环境 反正我个人感觉 国内的电视剧和韩国的现代电视剧 拍出来差别太大了 以前的时候 我也对韩剧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认为韩国拍的不行垃圾 后来的时候 我看了之后 韩国人拍的还是挺有水水的 尤其是在剧组里面 韩国剧组要比大陆剧组 要好一万倍 韩国剧组待遇好 所以说从各方面的话 人家的制作水平也高 不是说我有意抹黑咱们 国内的电视剧 是真的我感觉 韩国的制造团队还是不错的 韩国演的电视剧电影 还是值得一看的